欢迎回来 接下来带您来关注这股新金势力 中国大陆惊人的经济实力 在全球翻起巨浪 首先又见中资出手 买下了矿市豪宅 这一次标的物是英国一级古籍 文特沃斯木屋 面积比白金汉宫还要大上一倍 一望无际的草坪 郁郁葱葱的森林 里头大理石教育厅 就像一个石柱雕像郎 这是英国最大的私人豪宅 文特沃斯木屋 面积比白金汉宫还要大一倍 拥有三百年历史的 温特沃斯木屋 位于南约克郡 被英国列为一级保护建筑 更是傲慢与偏见作者 达西先生的灵感来源 今年四月公开拍卖后 十一月买主公布 中标者是香港企业 Legg House Group 成交价高达八百万英镑 相当于四亿台币 这栋私人豪宅由于年久失修 每年的维修费相当惊人 因此当消息传出 是港商成为新屋主时 附近的英国邻居都相当惊讶 只希望新屋主能用心维护 让英国这栋百年建筑能持续毅力 下一个三百年 TVB新闻综合报道 不只在英国 由知名建筑师安藤忠雄 为日本北海道知名度假村 打造的水教堂 文明侠二 今年也被路兹向中 买下了百分之百的股权 正式入主 建为支柱 这一股红色浪潮 正在席卷全球的房产 梁静如MV里 美丽的白色教堂 清水魔建筑 打造静谧空间 是由知名建筑师安藤忠雄 为北海道新野度假村 所量身打造 拥有高度知名度 今年则被上海 预员旅游商城给向中 以新台币四十九亿元 买下百分之百的股权 正式成为主人翁 而事实上 随着大陆经济崛起 各地涌现 陆克观光潮 也让对岸投资人 对世界各地的 观光标的 情有独钟 像韩国的冀州岛 从2012年开始 涌入大陆资金 该年度购入的土地面积 就已经高达 192万9千平方米 2013年来到 245万5千平方米 到了2015年 已经突破 1173万平方米 有将近六成的土地 都是录资所有 第一个当然象征的意义 代表你这个集团实力够 你才能去买下人家的地标 第二个就是因为大陆现在观光客 全世界它都会去 如果你买下了一些饭店 或者是一些观光景点 相关的一些 一些建筑的话 对你拓展它的观光 其实很有帮助 大陆热钱四处涌窜 让人不免担心 临近中国的台湾 会不会成为下个季州岛 但业者就表示 其实录资来台制产 限制多情况并不明显 第一个有建树的限制 然后第二个 对于土地总面积的话 上面也是有限制的 那再加上有些就是身份啊 或者是审核的机制的话 大陆 录资要来台湾 购置房地产 是比较困难一点的 根据内政部统计数据 从2002年至今 录资来台制产的成交案件 只有181件 其中个人名义的有169件 公司团体名义的有12件 数量其实不多 即便法令有所限制 录资依然有可能 透过台湾亲属 或跨国公司名义来台制产 有一些他可能会 透过台湾的亲友 就是来在边就是购置房子 比如说新加坡啊 什么英属维京群岛 这些地方设立的公司 来台湾制产也是有可能的 无论法令是否有所限制 来自对岸的热钱 正在世界各地寻找标的 虽然能带入资金 却可能过度轰台价格 这股红色浪潮 是浮是货 恐怕不能单向断定 TVBS新闻 钟德荣 詹书涵 台北采访报道 再从另一个面向 媒体广告 来看中国大陆 惊人的金流实力 大陆央视的广告招标会 向来被视为经济晴雨表 最新出炉 晚间七点 新闻联播的广告牌价 创下了十秒 要价4.8亿台币的天价 分秒间金额不停往上跳 大陆央视2016的广告招标会 金主谁也不让谁 经过一番竞价 大陆央视晚间七点的 新闻联播广告时段 拍出约合台币 4.8亿的高价 以9650万的价格中标 溢价率超过160% 据了解 这一标的物的中标价格 比去年同比增长19% 砸4.8亿台币 换得的是新闻联播过后 10秒钟的广告 而根据大陆收视调查 央视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 平均收视是9.44% 收视人口高达11.15亿人 是大陆央视最吸睛的节目 而另外一个崛起的摇钱树 就是新媒体广告 冠名赞助费 竞标价6亿人民币 约合台币30亿 传统的媒体和新媒体 它的一个互动和一个结合 可能更容易就是 测试我们的就是 电商的一些用户的一些 注册关注 播仅APP微信广告互动 成为企业拍卖的目标 当中有不少电商巨头 比如说阿里巴巴 腾讯京东都是做上宾 成为今年资金雄厚的金主 而大陆央视的广告招标 向来被视为经济晴雨表 加上2016年还有礼乐奥运 让央视的广告收益 十分可观 听闭眼新闻 最后报道 然而知名老店 却不敌新法规潮流 恐怕成为绝想 香港沙田知名的龙华饭店 以辱歌这一位 掳获了包括李小龙 蒋经国的胃 但是香港 十环署认为 老店经过多次的改装 不符合消防结构安全新规 不发给餐饮牌照 老店反控 官方要求反复 无所适从 干脆打算结束营业 大红灯笼高挂 一闪而尽的回廊楼梯镜头 园林市的酒家 就是屹立香港77年的 沙田龙华饭店 李小龙主演的电影 唐山大兄 曾经在龙华酒店取景 巨星都是座上宾 招牌菜是选用26天的乳歌 先去除内脏滚水去腥 再放入卤汁墩煮 最后再有炸 台湾也会有掏客 暗图锁机来尝一尝 而小说家金庸 更曾经住在酒店里面 创作小说 蒋经国总统 更曾经是招牌菜的爱好者 被香港人称为集体回忆 被视为文化的一部分 现在却得吹洗灯号 有什么理由 你是不发牌给我 我就很希望 难听你说 我谁都知道 自己的眼背 我之前被什么时候死 业者不满 香港实欢署 一下子要求改善消防设备 一下子要求得要拆掉装潢 回到40年前的模样 眼看餐饮招牌 月顶再不续约 就要被撤销了 我们心都谈了 我们都决定是闪门了 香港实欢署表示 要求回复装潢 是基于消防 还有建物结构的安全考量 但我语如认为 港府用新法规 来规范一家子的老店 做法不妥 双方没有交集 港人怀念的老味道 恐怕就此消失 TV野新闻 纵口道 法兰克福车展 有来自台湾的亮点 第一辆台制电动车 大放异彩 马上回来